小竹 王哥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 那你稍等我一下 好的 这么大的车你也会开 习惯了 因为我们平常拉货的话都是开大车 这样子 你这拉的是什么 拉的腊肉 腊肉啊 是准备拿去发货是吧 对 来我们一起 不用 谢谢 谢谢 你一个人太难了真的 很好了都习惯了 王哥啥事 你先把车熄火吧 对 你啥事神神秘秘的感觉没事咱你有点事嘛 啥事 走吧我们坐坐说一下吧 走吧 这边来坐下 好 坐吧 这屋有点乱啊 好好好 没事 你也坐吧 你也坐吧 好 你也坐吧 走了 说吧 咋说吧 那个你看我也来了这么多天了啊 然后我也是一个旅行主播到处走了啊 然后你看本来这几天打算帮你卖点腊肉帮你分摊一点压力吗 哎 但是你看我也没卖出去 没关系 我觉得就是挺挺不好意思的这个没事 想那么多干啥呢 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玩一下呗 因为我是到处跑的吗 然后我在这里就是待的太久了感觉有点不太习惯 就是我想的就是呃我想开启我的新的旅程吗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吗 好吧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愿意了啊没事没事 那你有空还是回来玩哦找我玩哦 好啊好啊 反正我们你看这么久了啊 我们也是朋友嘛对吧 对对对 王哥你人也挺好的 你反正抽时间还是要回来找我玩了听到没有 好的好的好的 嗯 那我这边就不打扰了 我我就先走了啊 现在就走啊啊 再坐一会吧 我一泡杯茶 不了不了 我我这边车子停在这里 我我就准备走了 嗯那行吧 那你慢一点的话 好好好 那 那是最贪汤我眼的伤害 王哥你等一下 哎 怎么了 我也没什么好的东西给你 就是我拿点土壳藏给你 什么东西啊这里面 嗯 腊肉还有我的那个蜂蜜这些 啊不要不要 我都不吃这些 没事 你拿回去给叔叔他们吃嘛 一样的 啊他们都吃不了 不不用了 你这个别浪费了 你留留着卖吧 没事就这么一点 我这点还是那个啥的 来拿回去啊 不用了不用了 小叔你这个 哎你拿回去 真的拿走吧 真的真的真的 哎呀 不要那么客气好不好 你好不容易拿一趟了 你下次还要过来找我玩呢 是不是啊 啊对 咱们是朋友嘛 是不是 那你在家好好保重自己啊 你也要小心一点的 开车听到没有 好 那拜拜了 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啊 好 默默对你 深切的关怀 为什么 你还不能明白 好 慢点 你还能不能赶紧